各位兄弟姐妹,我是徐锦耀神父 今天我们看看耶稣的苦难主一 即是我们俗称的圣之主一 我们就会看看今天的圣经 和我对圣经的反省 我们的主题是天主能不能救我们? 为何有时祂救,有时祂不救 为何有时祂救这些人,又不救那些人 这是我们今天想反省的事 看三篇圣经,看看耶稣二二先之说 我主上主赐给了我受教的口舌 叫我会用言语来援助疲倦的人 他每天清晨唤醒我,唤醒我的耳朵 叫我如同学,如同学生一样静听 我主上主开启了我的耳朵 我并没有违抗,也没有退避 我将我背转给打击我的人 把我的耳朵转给扯我胡桑的人 对于侮辱和拖乌,我没有遮掩我的面 因为我主上主协助我,因为我不怕蒙羞 所以我板着念仅一块碎石,因为我知道我决不会受辱 第二篇是圣保禄中图至斐利白人书 弟兄姊妹们,耶稣虽具有天主的形体 并没有以自己与天主同等,为应当把持不舍的 却使自己空虚,取了牢牧的形体 与人相似,形状也一见如人 他贬抑自己,听命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为此天主极其举扬他,刺及了他一个明智 超越其他所有明智 至使上天地上和地下的一切 一听到耶稣的明智,无不屈膝求拜 一切顺恕,无不明应耶稣基督是主,以光荣天主圣父 今日的耶稣骤难事是比较长的 这里我折录了一部分 攻读玛窦所在主耶稣基督的仇难此末 他们唱了圣命就出来往橄榄山去 那时耶稣对他们说 今夜你们都要为我的缘故跌倒 因为基上记载 我要打击牧人,羊群就要四散 百多六却回答说 即使众人都为你的缘故跌倒 我却不会跌倒 耶稣对他说 我实在告诉你 今夜鸡叫已迟,你要三次不认我 百多六对耶稣说 即便我该跟你一起死 我亦决不会不认你 众门徒也都这样说了 跟着耶稣和他们来到一个名叫格杂玛尼的庄园里 就对门徒说 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祈祷 于是带了百多六和再伯德的两个儿子同去 开始幽门恐怖起来 就对他们说 我的心灵幽门得要死 你们留在这里,和我一起醒悟吧 他稍微前行 就苦手致地祈祷说 我父,若果是可能 就让一个杯离开我吧 但不要照我 而要照你所愿意的 耶稣来到门徒那里 看到他们都睡着了觉 就对百多六说 你们竟不能和我醒悟一个时辰说 醒悟祈祷吧 免陷于诱惑 你们的心神固然切愿 但肉体却软弱 然后回到门徒那里对他们说 你们睡吧 休息吧 看下 时候到了 那个出卖的人 已经来近了 他还在说话的时候 看下 那十二人之中的 之一的尤达斯就来了 跟他一起的还有很多 带着刀剑棍盘的群众 是由施制掌和民间掌路派来的 那个出卖耶稣的 给他们一个暗号说 他说 我厚亲哪个 哪个就是 你们捉住他 尤达斯一来 到耶稣跟前就说 拉比你好 就厚亲了耶稣 耶稣对他说 朋友 你一来做个事 就做了 于是他们上前 向耶稣下手 捉住了耶稣 有和耶稣在一起的一个人 伸手拔出自己的剑 斩了大施制的仆人一剑 削去了他的一个耳朵 耶稣就对他说 将你的剑放回远处 因为凡持剑的必死在剑下 他说 你以为我不能够要求我的剑 立刻被我调动十二军以上的天使吗 如果是这样 怎能够应验经上所记载 应该如此成就的事呢 那些捉住耶稣的人 将耶稣带到大施制概法面前 经司和长老已经聚集在他那里 百多禄远远跟着耶稣 直到大施制的庭院 他亦都进到里面 坐在差役中观看结局 施制长和全公议会 尋找相反耶稣的假证据 要将耶稣处死 百多禄在外面停车里面坐在那里 有一个侍女来到他跟前 对他说 你都是跟那个加利利亚人耶稣一齐的 百多禄当众否认说 我不知道你指的是什么 因为你的口音 他在那里面看见他 他就对那里的人说 这个人是跟那个纳杂纳人耶稣一齐的 他又否认说 我不认识这个人 过了一阵 他站在那里的人前来对百多禄说 的确 你都是他们中的一个 因为你的口音 将你揭露出来了 百多禄就开始诅咒、发誓 誓愿地说 我不认识这个人 纳克 鸡就叫了 百多禄想起耶稣所说的话 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 他一到外边 就伤心痛哭起来 耶稣站在总督面前 总督就审问他说 你是犹太人的君王吗 耶稣回答说 你说得对 当师祭长和长老控告他的时候 他什么都没有回答 每逢节日 总督惯常给民众释放一个 他们愿意释放的囚犯 那时正有一个出名的囚犯 叫做巴拿巴 当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 比拉多对他们说 你愿意我给你们释放哪一个 巴拿巴 或者那称为墨西亚的耶稣 他们说巴拿巴 比拉多对他们说 这样对于称为墨西亚的耶稣 我要怎样做 众人回答说 钉他在十字架上 总督就说他究竟做了什么恶事 但他们越发缺乱说 导演吊他在十字架上 别拉多吉旮此毫无进展 反而更为温暖 就用水当着民众洗手 对于这个二人的血 我是无罪的 你们自己负责له 全体百姓都回答,他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 于是比拉多给他们释放了巴拉伯,至于耶稣 将他鞭打了之后,就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 那时总督的兵士将耶稣带到总督府内 召踏了全队的人围着耶稣,脱了他的衣服 给他披上一件紫红的外产 又用荆棘偏进一个刺官,带在耶稣的头上 那一根芦苇放在耶稣的右手里面 然后跪在耶稣面前,弃弄他说 犹太人的军王万岁,跟着向他拖口水 拿起芦苇来敲打他的头 戏弄完了,就被他脱去外床 又被他穿上自己的衣服 带他去钉在十字架上 他们出来的时候,遇见一个基勒那人 名叫西门,就强迫他背耶稣的十字架 堕着一个名叫哥尔哥达的地方 即称为毒楼的地方 他们就拿着苦涯,用苦涯调和的酒给耶稣喝 耶稣只是尝着一尝,不愿意喝 他们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以后 就沾河分了耶稣的衣服 然后坐在那里看着耶稣 在耶稣的头上安放了他的罪状牌 写着,这是耶稣犹太人的君王 当时和耶稣一起被钉在十字架上的 还有两个强盗 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 路过的人都摇头欲骂耶稣说 你这个拆位圣殿 而夸口三日内会重建起来的 救你自己吧 如果你是天主子 从十字架上下来吧 施制掌和经司与掌路门 也都同样弃弄耶稣说 他救了别人,救不了自己 他既然是以色列的君王 现在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 我们就相信他了 他信赖天主 天主如果喜欢他 现在就应该救他 因为他说过 我是天主子 你为什么死起了我 然后他又大喊一声 然后他又大喊一声 教父祖灵魂 今天很想和大家分享一个重要的主题 天主能不能够救我们 圣公司定说了一句很漂亮的说话 我将它改的对对 天主创纵我们 不需要我们同意 但如果天主要救赎我们 是真的我们要配合 如果我们不想被救 就是天主救不了我们 所以我们看回第一段圣经 我们读过了 正话 我想突出几个字 唤醒、学生、静听、碎石 我的念上一块是碎石 即是没有了表情 那我们看看这几个字 唤醒 有人说 装睡的人 永远缓不成 他诈睡 你怎么叫醒他呢 他不是睡了 他诈睡 他不想醒 除非 除非 我们好像河生这样 受教 静听 好像小撒母耳说 主请你发言 你的仆人在这里静听 有一个爱尔兰的老师 他很喜欢跟我说的 他说我经常跟学生说 Give God a chance 麻烦你给天主一个机会 我们做什么 帮助你 感动你 改变你 拯救你 天主给你机会 你要找紧时机 那时机很重要的 世界上很多东西是一去不复犯的 我小孩子的时候 就是小学 唱青春舞曲 我的青春小鸟一弱 不回来 不会回来 青春不回来 所以我很喜欢这个叫做以史为鸡 历史是一面镜子来的 历史告诉我们 灭六国者 六国也 非秦也 跟着他说 秦人不下自哀 而后人哀之 后人哀之而不鸡之 亦使后人而伏哀 后人也 哪个没六国 是六国自己有灭亡之道 秦国才可以灭你 轮到秦国了 秦国自己都被灭亡 被人灭亡了 但他不下自哀 他未知死了 好像法无一样 那我们为他悲哀 如果我们为他悲哀 但学不到他的灭亡之道 就从道覆车 我们一样会死亡一份 那么我们的后人 就为我们悲哀了 看看那张手 秦国衰了 他都不知怎解释 灭亡了 我们为他悲哀 我为他悲哀 但我学不到他灭亡之道 所以我就走他的旧路 又灭亡了 我的后人就为我悲哀 秦人不下自哀 而后人哀之 后人哀之而不減之 亦始后人而服哀后人也 这个世界是不断地循环 循环什么 循环衰落去 学不到东西 好了 再进一步 如果你做得好 人家不了解你 误会你有没有可能 有 那你就要学老信 横眉冷对千夫子 这个就是 我一看圣经 我的脸上一块碎石 人家骂我 打我 将我吐口水 我动都不动 我挖着你 我看着你 任得你 拖面自干 横眉冷对千夫子 为什麽 即是我有个目的 我俯首金为鱼子牛 我为别人 为世界 为天主做事 既然我能够为天主做事 我就不再理会你 怎样千夫子 骂我 骂我 横眉冷对千夫子 第二段圣经很静的 耶稣虽具有天主的形体 没有将自己和天主同等 反而他空虚自己 拿了奴博的形体 空虚自己 成为奴博 与人相似 形状有一 见如人 耶稣贬抑自己 听命致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很喜欢我 很喜欢这一段 不知为什麽 我很喜欢这一段 什麽叫空虚 庄子教我们 听人讲话 不要用耳朵听 听之以心 用心去听 甚至不要用心去听 用气去听 什麽叫听之以气 气者虚而待物者也 虚而待物 什麽都没有了 就叫心齋 耶稣使自己空虚 他本来是天主来的 他做一个凡人 我们本来是很厉害的 我们和老百姓一齐 虚而待物 我们本来是对的 我不会抓死你 甚至我可以走第一步 在这里我经常说 两夫妻吵架 两夫妻吵架 总有一个是对 一个是不对 或者两个都对 或者两个都错 我格设一个是对 一个是错 咬下咬下 那个错那个 就越来越小声 因为理不直 就气不助 另外一个就快赢 那个 不要赢 很快转马帝 哎呀老婆 不要再谈了 不如先喝杯茶 不要赢 你明明可以赢 不要赢 如果你赢 你只是赢了一口气 可能输了婚姻 如果你输 你什么都没输 你赢了婚姻 是赢那个 是对的那个 要多行一步 多做一些东西 记住 这个社会很难明白这点的 耶稣自己本来是天主 成为人 他本来是对的 他向你道歉 很有趣 他本来有钱的 和那些穷人一起住 空虚自己 听天主的命 因为天主的命一定是生命之律 你才能够完成真正的自己 甚至你为天主的化而死 你才会死而后生 在这个世界上 经常是 在牺牲自己的时候 完成自己 这个很重要的一件事 我觉得 在受难事里面 我们真的要学到这些东西 使自己空虚 取了奴缚的形体 听命至死 死在十字架上 该死的是巴拉巴这个大道 该活着的是耶稣基督 但耶稣接受 他不该死 他接受死 所以在这个世界上 真是你记住 听天主的话 甚至死了 你才完成了真正的自己 我经常说 民村大地震的时候 那个妈妈保护那个儿子 抱着他 他自己死了 那个儿子活着 这是一个伟大的母亲 普通的母亲不知多少 这样的母亲不多 他是牺牲自己的时候 完成自己 很多伟人革命者 非常忘餐 但牺牲自己 他完成了自己 记住你 上一次沙士的时候 一个伟大的看护 阮民 牺牲自己 他成了一个伟大的看护 很难学的 很难学的 是死了去完成自己 所以老子说 禍是福之所以 福是禍之所福 世界没有常传的成 生也好死也好 很快就完 问题是你生不生得有意义 死不捨得有价值 主要是这个 一切都会过去的 记住天国天堂生命 以努力夺取而强者得之 这个强者就是为生命而牺牲自己的那个 你一定要空虚自己 耶稣空虚自己 由天主变成凡人 由不该死的人去代替别人死 中世纪有个修会叫属老会 那些人加入这个修会 原来就是去战地那里 去和那些俘虏交换 有些人捉了这个国家的士兵做俘虏 那这个神父就去做俘虏 换回那个士兵回去 这个就是 这就是耶稣的表现 该死的 不该死的去死 我们应该努力去夺取我们的救恩 我们的天国 我们的天主 和我们的生命 以强者得之 好了 看回耶稣的这个寿难史 看回这些红色字 白多禄说 即使人人都跌倒 我不会跌倒 白多禄很豪气 不过生完奇兜的时候 他竟然睡觉 耶稣就骂他 白多禄 你不能够和我一起醒悟一个时辰吗 不止是这样 不止是这样 当有人说 喂耶稣八多禄 我见到你和耶稣一起过 他发誓说 不是 不是 我没有和他一起 刚刚说了 我和你一起死 现在不承认 三次 三次 好了 我很感动就是这个 你是天主 你从十字加上下来吧 我身份子 受到这段圣经的时候 我真的很心急 我说耶稣你下来 拜托 你一下来 全世界信你 耶稣有没有下来 没有 他应该做天主 为他安排的 所有一切 我觉得耶稣自己都想下来的 他不想死的 所以他生完祈祷的时候 他求天主 不要让我喝这个苦杯 他真是不想的 但他必须这样做 这个机会来了 有人叫你 你下来我们就信你了 你想想 如果耶稣有十字加上下来 全人类都相信耶稣了 是否很靓 是否最好的福全 耶稣有没有下来 没有 好了 跟着 最后最后 在十字加上 加上七言其中一句 最悲良悲惨的说话就是 我的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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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何舍弃了我 生前 任你几多人 忘难耶稣 耶稣有天父 跟祂在一起 祂什么都不怕 现在祂挂着十字加上 上不到天 下不到地 不怕 连祂最爱的天父 都忍了忆 祂完全孤独 完全孤独 绝对空虚 好惊 好怕 所以祂才说这句 我的天主 我的天主 你为什麽 舍弃了我 整段福音 我有几句说话 很喜欢的 就是这三行 八多六 他只是靠自己 跨海后 便失败了 耶稣没有从十字加上下来 因为他要承行天主的诚意 在这里我经常说 天主为我们安排的一切 远远胜过我们的精打细算 就连耶稣自己的精打细算 都不如天父为祂安排的一切 所以即使祂不喜欢 祂都会承行天主的旨意 连最惨的时候 连天父都不见的时候 祂仍然咬紧牙关 接受一切 在这里我不怕说 我的那麽多的经验 我家很穷 我爸爸过世的时候 什麽遗产都没有留下 但留下了两句说话 他说我们家很穷 但你记住 穷都要穷得有骨气 不要作奸犯火 还有一句就是 你要咬紧牙关做人 就是咬紧牙关做人 连天父都不见的时候 都能够完全相信 咬紧牙关做人 所以我真的想回答一句说话 天主救不救我们 天主想不想救我们 能不能够救我们 能够 不过有祂的办法 还有当你面对痛苦的时候 甚至死亡的时候 你会怎样想 夏佛耶稣是最重要的 你看一看 在历史上 所有的先知不得好死 所有的中途大部分都是致命的 在教会里面所有的伟人都受尽苦难 耶稣的妈妈痛不痛苦 打在而身痛在无心 圣母马里亚可能更痛过耶稣 就是耶稣自己 所有人都面对死亡 面对痛苦 面对误会 面对困难 我立即问这句说话 所有人都是这样 你呢? 你可以完全不用遭遇这些 完全顺风顺水 一出世准备走上天堂 没有这回事 天主能不能够救我们 能够 但祂的路不是我们的路 亦是完全听天主的话 好似耶稣完全听天主的话 圣母完全听天主的话 我们都要听天主的话 因为祂有所有方法来救我们 不过那方法未必是我们喜欢的 所以在这里我们真的要相信 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愿照你的话成就于我罢 这就是圣母马里亚所说的 好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 看看 是不是有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